我们继续 这个积德 秦善 善 何谓善恶 他的层次 那你想做好事 能做吗 有机会吗 我们在身边 说 我每天 我就在马路那 等着 看看有没有老人过马路 闲的吗 一等一天也不一定能等 这个中国儒家讲 算不行 虽然是后人提出 但是很有道理 我们就把它分为传唱 长久下去 立功立言立德 这个立功 当然就是 功德 说实在的 就是为国家 为这种大的 才叫立功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你小事 你都是可遇不可求的 你更不要说 如果你没有那个环境 衬托你 你就能做什么 就算你再有本事 你能当黄的 其实每个人 男人心里都 都会有这个想法 这个我们再说 这个我们再说 但是 你也要看 有环境 配不配合 就位的人 是 有没有那个机会 所以说立功是最难的 那历史上 那个三不朽 那些人物 说完人 两个半人 连孔子都不是 他也没有立什么功 而且他走一世 并非当世的知识能诚 而是后世的万神是秒 他立了言 立了德 所以说 你可以立 你没有文化 就是一些文词修法 你不在意 你可以立德吗 立德是每个人都可以 去修好自己 对周边的人 所以说这个 当然你立好德 你处处的 总能遇到一些 一辈子总能遇到点事 一些人嘛 你就随便 行一些事 这个 因德 那时候也是可遇不可求 怎么办 我们回过头来 只能读书 有的时候你要倒过来 想 你看命 最前面的运 慢慢的 好像 你能 就左右一点 我能感知一点 刚开始的知识 后面呢 才能把控 所以就回到我们 前几节歌的读书 至于说怎么读书 我读什么书我们说了 怎么读 那当然你要抓住 重点 首先看这个这个目录 风瓶子都不要紧 有的时候风瓶子是花样百出的 有的就平白一张身 然后看这个这个重点 如果是经典的 那当然要好好珍惜 都要看 闻一闻好好学 那我本身都 这方面都差 没有机会当时 学学这个 这个 汉原文学 这些你不要认为 这些没用 如果当时我学了 现在可以更文采飞扬 你从小就要记 长大记性就不好 从小背嘛 你不然以后怎么出口成章 你反除 你没得除 所以就说了 也是曾志强老师 这个强调 读书 前面的 不太好弄 后面 六名七将八性神 九九贵人十奖上 等等等等 我们 再说一个 一讲